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台股盘中做一个震荡拉回 电子指数回补一个多方的缺口 那以波端的角度来看 今天电子指数把多方的缺口给回补掉 以整个格局 我们昨天特别强调 电子指数来到上涨第31天 那么今天是第32天 以波端的角度来看 留下一个多方的突破缺口之后 这一波主导盘式的电子股 几乎没有留下其他的缺口 逢缺他就把它给补掉了 所以以架构上面来看 今天盘中或许你会比较担心一点说 哇这个盘涨了这么久 会不会涨到了尽头 但是如果你把今天盘面上的个股打开来看 今天上市加上柜 今天上市加上柜 总共有30家的股票涨停板 当然很多都属于中低价的股票 或者是在走軋空行情的股票 那不管是中低价 或者是軋空 以格局上面来看 我们昨天特别强调 当电子指数创下的波段新高 以极短线上面来看 它的阶段性任务已经达成 但是大家听好 阶段性任务已经达成 不代表这个盘就是要跌 所以当我昨天这样子讲的时候 我的会员就有点紧张 他说徐老师那是不是 电子股休息之后 接下来台股要下来了 我说没有那么快 因为以空间上面来看 这一波 尤其是筹码这一方面 你最近最常听到的一个字眼 叫做三軋行情 对不对 不管是軋空手 軋空单 或者是軋融借券的强迫回补 那么这三軋行情走到的今天 成交量有一千亿了 那么这一千亿 他告诉你一个事情 就是只要量能他控制的好 或者是盘面的架构 他没有出什么大问题 你就不需要去预设立场 因为往往你预设立场 就像我这一波告诉大家说 很多人这一波千点行情 完全赚不到 为什么 你一旦预设立场 你认为说盘是涨到三十几天 就要结束了 那以费式系数来看 1358 13 21 34 他难道不能涨55天吗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讲的事情是 当遇到一个关键的转折的时候 你只要在这个时间 判定他 什么时候会出现转折 而且转折会出现哪些迹象 就像我昨天告诉你 当电子指数创新高的时候 接下来中小型股会接棒演出 所以我测标就稍微改一下 一样是一个多方控盘的格局里面 你可以找到中小型的个股 往上喷出 那么你只要赚到了一根停板 两根停板 你就会感觉 哇这个盘你有参与到千点行情 对不对 所以重点不是在于指数的涨跌 重点是在于说 这个架构它走到什么样的地方 就好像我们之前在讲说 低档转强会有讯号 转强的时间点 跟转强的架构在哪里 那时候我们谈 金融股转强 电子股转强 大盘就手稳10年线 对不对 后面指数涨上去 我们画了一个圈圈 我说这个黄色区域 你要注意的事情是 留意3月中到4月中 空单强迫回补的高峰期 当然时间走到了3月初 指数来到了这里 那么就跟我们当时在这边 设定的一样嘛 对不对 我说你要小心它往上嘎 嘎到了这边 空单会强迫回补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 直接跟你讲 所以时间波转折上面来看 至少多方空盘 还有两到三周 所以今天盘中 尤其是今天有一档股票 杀下来让大家很紧张 来 3008大立光 那么你把早上的走势遮起来 你会发现说 他怎么找了五成之后 真的徐老师你讲说 外资调高平等 先看 他果然就回 对不对 但是龙头型的股票压回 他是让你去找买点 他不是让你去找卖点 毕竟这波的行情不可否认 就是电子当主导 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 电子指数来 今天回补了这一波的多方缺口 这个缺口位置在哪里 339.29点 那以波段上面来看 你把它往回去推 他什么时候出现过缺口 就只有在1月25号出现一个多方缺口 而且怎样 没有被回补 波段上面的角度来看 只要一个行情里面 很多人会很担心说 哇台股留下三道多方 跳空缺口对不对 但是电子指数 他只有留下一个多方缺口 所以我用结论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要看到这个台股 具备大幅度回挡的讯号 我们讲讯号啦 那么你就会看到 电子股的烹量演出 流缺口 那个时候你才来担心就好 所以我们这波谈到台股 其实走到了这边 走到这边 很多人讲说 那为什么他还不回 我就说时间跟空间还没到 不需要回 不需要回 所以我们之前在讲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波电子股的行情 今天走到了一档 低档转强的股票 3481的群创 这档股票之前破历史新低 今天你回过头来看 连群创他都可以底型打出来 一根长虹出去 那么他告诉你什么事情 他告诉你说 就整个台湾的景气面上面来讲 或许你在第一季跟去年第四季 会看到小谷底 但是接下来第二季 我们讲过了 现在你要布局的是第二季 第一季最坏的情况 大概在去年 大概是年底的时候 大概股价就反映完毕了 就像大力光一样 当股价已经腰斩了 反弹上来就是五成 对不对 所以大力光他告诉你 接下来电子股 以大格局上面来看 虽然第二季的出 还是不会太好 但是第二季的中后段 他就会比较好 所以大力光的角度 我回过头去推 现在整个电子股的行情 他的架构并没有松散 并没有松散 所以当我今天看到群创往上拉 他只更确认告诉你一件事情 多方可用之兵 真的非常的多 不要预设立场 不要预设立场 来 所以我们这一波讲料过 台股条在下降反压之后 那么来到了这一边 我3月1号讲过 3月的重点就是筹码战 这三个字 等一下我会谈一下宏达电 3月的重点既然在筹码战 你就要去挑 现在有些标的 我等一下会举例 有一些标的 它是属于卷支比很高的 那么它是属于中小型的 那么这些股票 你就要特别留意它 未来一个月 我们讲极短心一点 两到三个礼拜的行情 会非常的精彩 所以这一波回过头去看 这一波的多方缺口 一直到它越过颈线 一直到它跳空过 很多人想说三缺口 对不对 三缺口就要回 我说不一定 为什么 只要结构对 它可以四个缺口 五个缺口 六个缺口 那是它的本事 不是吗 所以这一波融资没有进来 是因为指数往上拉 拉得太急 但是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这一波 这么多的中小型股 台股开始接棒演出了 你就要跟上这一波的行情了 毕竟我们在讲这个全支股 我相信 讲鸿海 讲红准 或者是讲群壮 很多人讲说 徐老师那个我看得懂 那个我知道 但是 我不会想买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道理 现在的台股来到这里 我之前讲过 五波下沙完毕之后 这是一个下降旗形 对不对 这边突破做确认 回撤 往上冲 所以用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 下降旗形 一旦做突破 它会有很快的时间 回到起跌点 所以就我的观点 至少三月中 到四月中这段时间 空单可能回补在哪里 回补在高标 这条线之上回补交高标 那么这个缺口 它只要不补 基本上 你就是看好我们的讯号 锁定我们的节目 不见爆量 它不回头 不回头 所以这波很多人在说 那徐老师 那我该怎么去操作 这些标的 尤其是电子股这一波 我们之前 在去年 10月 11月 连续提醒了好几次 我说苹果概念股 当时你要小心 对不对 后面当你看到 我真的连可乘都可以跌停板 连大力光都可以跌停板的时候 我反而告诉你 我说苹果概念股的利空 已经出尽了 接下来的是 你要怎么去掌握这个反弹 当然 请贼先请王嘛 我们当时说 如果你真的要操作电子股 反弹一上来 满梯全减掉 你不知道要怎么做 你就先锁定大力光操作 所以我们在元月22号的时候讲过 电子股回稳 你就看大力光就好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看 果然大力光这波变成领先指标 一直到电子指数来到颈线的位置 从这边涨到这里 当然工程是谁 就是大力光嘛 所以电子指数在回补缺口的时候 我们开始锁定大力光 来到了这个位置 我也告诉你 颈线反压你先尊重 但是你不用怕 为什么 因为电子指数的季线开始往上勾了 对不对 当这边外资在降频 苹果概念股全倒 我告诉你的事情是 最悲观的时刻过去了 所以我昨天特别提醒你 电子指数来到颈线 中小型股接棒演出 中小型股接棒演出 所以现在的高空指标 全部的人都知道 是2498的宏达电 对不对 那我在这一天我告诉过你说 宏达电按照历史经验 就是 会有一段时间它很强悍 那么强悍的原因在于筹码 不在乎基本面 因为它现在VR的贡献 几乎微乎其微 但是 手机的部门还在亏损 那你去想 为什么它能涨 所以我 特别告诉你 我说 虽然我看它是高空指标 但是 我不会建议你去操作这样的标的啦 毕竟从40块涨到90块了 对不对 但是股价利空出来涨停板是40 所以它还是高空指标 没有问题 所以今天2498宏达电 来 它这三天爆的量能非常大 以结构上面来看 它还是走尬空 所以你手上有空单的 我在这一天就提醒过你了 对不对 虽然它的基本面 真的是很糟糕 非常的糟糕 来 宏达电的营收 二月公布出来 衰退又衰退 当然不用讲 这是很糟的 但是股价为什么可以反弹 就是筹码 所以 以筹码的角度来看 这一档股票它还是列为高空指标 等它空单强迫回补完 再来看 但是我觉得说 如果你真的要操作 而且你要 买了之后 晚上睡得着了 当然是锁定 股王大力光 基本面 空间时间 架构 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那时候在讲 大力光的时候是1825块钱 当时破景线 每个人都说 哇这个头好大 对不对 我反而告诉你 这种大型股破景线会反弹 因为你看到利空了嘛 不是吗 后面元月21号我告诉你说 i7的双镜头会不会是真的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苹果 但是我会告诉你说 如果真的成真 受惠程度会多大 你自己要去评估哦 但是至少去年 大力光的EPS是180块钱 本益比大概10倍左右 我个人认为不合理嘛 不是吗 那不合理的事情 就会创造超额利润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2016元 当然切入大力光 当你看到利空就是买了 就是买了 因为股价已经腰斩 早就反映这个苹果的财报了 不是吗 2160元买进之后 当然2430元是另外一个买点 当时还在这里2430 那么后面我们2月25 告诉你说 准备第三波操作 对不对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外资直接跟你调高平等 到3360元 某外资啦 某外资 我们也不拿来做参考 但是我告诉你说 这边外资告诉你 不值2000块 这边告诉你 他值3600块 一来一回涨了48个percent 后面我在3月2号提醒你 外资进来跟你喊 调高目标 那么我就告诉你 你先看 你先看 但是看要看出门道 今天大力光他只是让 电子指数去回补 多方缺口而已 不用那么紧张 不用那么紧张 所以我今天做了第三个动作 就是当大力光今天回撤的时候 我们做布局 我们做布局 来 这是今天的大力光 早上11点26分53秒 在2580元附近 我们做第三趟的操作 当然你会说 哇 徐老师 怎么回到了低点 最低点是2535 我不是神啦 没有办法买在最低点 但是尾盘他拉到2635元 对不对 这个就是 针对谷王的操作 当然很多人讲说 徐老师我买不起股王啊 那么贵 那我说没关系啊 电子族群再动 你要去注意的事情是 如果双镜头 他后来变成了潮流 我的个人的看法是 接下来很多一线跟二线的大厂 会领先大力光去推出双镜头的手机抢势 这个是以前在手机产业里面不变的模式 当大力光想要做 当苹果想要做什么的时候 其他的厂商就会领先做推出 所以我之前提醒过你 有一档股票是光学新兵 他的镜头技术能力开始往上提升 当然前提是公司一定要赚钱 来 那么今天在均线附近做纠结 我个人的看法是 接下来一线二线的大厂 领先苹果推双镜头 或是这一家公司 营收的新动能 营收的新动能 提供给你做参考 休息回来之后我再来告诉你 如何去布局下一波的成长产业 休息回来之后 我马上回来 回复家园时请穿雨鞋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堆分警觉 堆分自我保护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祸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看你这么年轻 怎么就气喘细细的 爺爺 你怎么都不会喘 除了运动 我也定期做体式能检测 体式能检测 你看 全国各县市都是有 体式能检测站 提供民众检测 项目包括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 还有银法族 专属检测项目喔 这里的教练亲切要专业 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 运动99 健康99 教育部体育署 关心您 来回到现场 那么既然多头 一样持续的控盘 我希望大家在操作上面 先把整个产业的方向 给锁定好 追求多头的过程里面 当然指数回稳 会让很多的投资朋友 比较有信心 但是涨了1000点 该怎么挑 又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那我的原则不变 如果你的手上的股票 超过五档以上 麻烦你去无存经 浓缩到五档以内 战略上面 持股浓缩到五档 战术上面 先从短线做到变波段 这是大原则 这是大原则 既然现在是第一季底 就要去布局 第二季会好的产业 不是去看过去 要看未来 算股论经 他告诉你什么 精算产业 跟公司未来一到两季的 基本面变化 然后再去精算 他的筹码结构强度 跟市场展望 宏大电虽然未来可能会好 但是他现在的筹码结构 远大于他的基本面 所以他走嘎空 但是嘎空不是常态 哪有人天天在嘎空了 对不对 重点还是回归到业绩 所以我们去年锁定的汽车产业 到现在为止 你看3552同志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我昨天才在讲 对不对 结构上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又创新高了 当时讲是184 汽车产业持续的成长 方向没有改变 后面让你看到439 今天让你看到446 从439又慢慢爬到446 要花半个月的时间 你说哇徐老师 那个捕自己沟调 這個半沟调 我说对啊 可是问题是 稳定成长的产业 它本来就会带动 整个族群往上走 所以我们之前讲过 我说有些股票 我们操作过之后 它进入整理 对不对 可是整理归整理 如果有机会 我会再接回来 像剑林 我是当时在买在哪里 我当时买在126 后面做两段 我们先出清 先出清 那么时间回到最近 汽车产要布局什么 我们这两天介绍一档 全新的标的 汽车零组件的 那么这档股票 我今天秀给你看 汽车零组件 当然很多人都知道 汽车家喝锤 这档是1525的江森 那么 基本面我们算股论经过 我直接告诉你 最大的转机是 它的转投资 可以开始转亏为盈 周线上面出现 一年的圆弧底 最后一根 突破之前 你先锁定好产业的个股 再来找切入点 不是吗 所以江森 我们当时在切入的时候 还在93块6毛钱 当时在这个位置 还没创新高 还没创新高 融资竟然只有715张 这个是很夸张的数字 全部都是现股操作 来 93块6毛钱 当时我们的抠讯在这里 3月4号礼拜五 9.09分 93块钱买进一层资金 对不对 后面直接跳空过 105.5 你说1525的江森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他这些缺口没有补 站稳100块 第二天 第二天 所以以技术形态上面来看 这种这么大中段底型的 整理结束 这一段可能会是最精彩的 当然 我们一开牌之后 就不希望你追价了 毕竟操作上面 我还是那个原则 锁定好产业 再锁定个股 产业会好 个股会轮动 对不对 93块6毛钱的江森 到今天 收在哪里 106 这只是一个刚开端 至少它可以延续 整个汽车产业的力道 走回业绩股 毕竟 操控的指标归操控 你也不一定要操作 但是业绩股能够成长 股价能够有反应 我认为那个才是真的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也是我操作的原则 所以我今天跟你讲说 当我在说大立光的时候 全市场 大概也只有我敢讲它的好话 毕竟我在这边叫你 就注意 这边跌破2000嘛 对不对 大立光的操作 我们也真真实实的秀给你看 利空见爆 你就不要乱砍了 底部早就过了 股价腰斩过就是反弹 来越过下降反压线2430 今天我们做第三次的切入2580 以双镜头的角度来看 其实就话术上面来讲 我们认为今年大立光镜头的这块ASP 大概拉不上去 但是以光圈的角度来看 它今天ASP往上拉 所以如果我们评估的没有错的话 大立光今年的营收大概是持平 不会因为 当然或许会有意外 但是就极短线上面来看 不会因为苹果要推出新机 而有非常大的激励 但是以中庸的角度来看 至少它股王 不能永远待在这么低的本益比 这是我们的角度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今天还告诉你另外一个观念 大立光一旦回稳 后面如果再创高 这种受惠于双镜头产业的 当然有机会往上走 有机会往上走 这种整理末端的股票 一旦用营收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后面才会很精彩 还会很精彩 所以还没发动之前 当年要去锁定一些标的 那么中地价股该锁定哪些 这个我明天谈 工业4.0 工业4.0 我们找到一档股票 营收去年比前年成长一倍多的 股价才刚刚准备指纹往上走的 这种就精彩了 低股价但是有营收 而且营收今年会持续正成长 我认为这个才是 值得你布局的标的 涨了1000点 不用烦恼没标的 而是烦恼 你该怎么样做切入 做转换 有需要负的地方 跟我线上助理做联络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祝福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